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目前麥塊更新到1.21 秋風正在玩的是1.21 1.2億伺服器啊 為了不要讓汪汪被罵喔 所以我趕快來玩趕快來拍影片喔 先看一下我的出生點附近 欸有一個村莊欸 有人在發展欸 我們就先走過去看一下好了 一進來就有看到人了 尼亞斯預定地 喔有新手村預定地喔 呃我不想找其他村莊啊 我應該可以在這吧 欸我問他們可不可以在這蓋了 他們點頭了 欸太棒了 好了那我就不找新村莊囉 可以太棒了 這邊應該是預定尼亞斯的新手聚落啦 那個不過我也定居在這裡 因為我不想再找其他村莊了 他已經圍的已經很棒了 哇都圍起來了我先看一下喔 看一下這附近在這裡搞了什麼東西 哇鐵巨人也太多了吧 哇嗚 這裡有鐵巨人塔是不是 太快了吧 鐵巨人塔欸 欸有鐵欸 欸我已經有鐵了欸 鐵巨人在外面長太多 這個鐵巨人塔 效率會很差吧 欸欸欸 是不是要更新一下 好了我大致看了一下喔 目前就是那一個鐵巨人塔 不過鐵巨人就是會生長到外面來嗎 然後還有什麼問題嗎 呃沒有村民生產機欸 所以我們第一集 照慣例 就是要村民生產嘛 有更多的村民 才能做更多邪惡的事情嘛 那我就先把這兩個村民 呃走 來 出來喔 來到下面這裡 來做一個村民 這一個 就把這裡當做村民塔好了 好不好 就蓋在下面這裡 好了我把拿到的床 先拿來下面放喔 你們就跟我過來啦 然後我就把這個農田的木頭 都先打掉齁 先拿來用啦 什麼木材都沒有 就拿別人的先來用 我先拿了這裡鐵巨人塔的鐵錠 一半拿出來好了 那個有就是要拿來用嘛 那個在這裡放個 放個合成台 做一個 先做一個鏟子啦 先做一個鐵鏟 我想要幫你把這個鐵巨人塔的 效率提高一點喔 這旁邊會生啊 你給我進去 進去 進去 進去生喔 把這裡都鏟一下 不要讓它長 好了我把這附近的泥土 全部都改成耕地了齁 耕地它上面就不會生鐵巨人啦 欸這邊 外面這裡也有可能會生欸 所以這裡也挖一下好了 就是 產一產地 它就不會生鐵巨人 鐵巨人就只會生在那個洞裡嘛 對不對 欸 尼亞斯是不是 我還怕這個鐵巨人會長在 這個石牆的上面齁 雖然機率也不高啦 不過我打算用半磚把這個鋪起來齁 好了 加強改進完畢齁 這裡鐵巨人的產量應該會比較快一點了吧 欸又有了又有了又有了 改善 讚啦 專門會生在裡面了 不用擔心了齁 嗯 現在就是要擔心的就是 痾之後如果有額外再看到鐵巨人 不小心生到外面的時候 再來改進一下好了 現在應該是沒問題了齁 所以邪惡帝國在惡意中實行 欸這邊有一個 尼亞斯給大家補給的新手箱欸 補給雞蛋 跟烤豬肉 啊烤豬肉我收下來了啦 啊這個床我也拿掉了啦 雞蛋我不要 對不起啊尼亞斯 等一下我可能會把這個 告示牌 還有 箱子都打掉了 為了做我們的這個 村莊齁 那個村民生產機喔 欸該來的村民 好像到貨了欸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把這裡 稍微圍起來了 好了我快速的把這兩個村民 封在這裡囉 那個旁邊的泥土都 圍得太快了都還沒填欸 尼亞斯的告示牌 還留在這裡欸 呃好啦都把你拆掉了啦 留在這裡 把你移到外面一點好不好 這個告示牌改例了齁 有蛋蛋 把這個雞蛋全部放在這裡 有蛋蛋 欸剛好可以填滿 沒有剛好啦 就多六顆 有蛋蛋 自動村民塔的大致感攻完成喔 就是放五張床嘛 然後一塊田兩個村民大致上就完成了齁 這一次我想要讓他自動排除齁 就是可以排除到上方的村莊 有村民的時候就在 要需要村民就在上面按一個按鈕 然後就可以軌道運送出來 這一次這種感覺齁 嗯那樣子的話 我就要用挖一條水流進去是不是 欸咻從這邊挖到裡面 然後再水流噴射出來 村民噴泉 施工了一段期間齁 我把裡面的水流也搞定了 現在這個水流可以流到這裡 然後這裡有個告示牌嘛 小村民在這邊長大之後就可以到這裡 那我打算是在這邊弄一個水流 把他們全部都往上衝到上面那個房間齁 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在這個位置接收我們的村民齁 村民就可以從這邊出來 以後再用礦車運送到其他我們想要的地方齁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啦 那我現在打算 呃要去挖一個 可以讓他鋪上去的東西嘛 啊要靈魂沙 真是可惡 要靈魂沙就要去地獄 啊真是可惡 這樣子的話 我應該要做個鐵裝 然後開始 踏上我的真土了對不對 要去地獄挖一個 挖一個沙子回來 欸我發現一個 地獄門椅子了 這個地獄門椅子應該被很多人都探查過了吧 呃如果我能把它改裝成地獄門的話 好像有一點搞頭對不對 嗯不知道這附近的岩漿夠不夠欸 欸結論是不太夠齁 目前只能搭成 啊就差兩三格而已 如果我有鑽石鎬把角落挖一挖 哇好像可以喔 哇嗯啊 看來我只能把這一個工具匠新手解鎖上去好了啦 嘿咻嘿咻嘿咻 幫你解鎖新手等級 欸有了嗎 呃有有鐵錠了 那個鐵地用鐵巨人塔可以處理齁 呃我想要一個鑽石鎬 那個這裡應該是尼亞斯的吧 哈哈哈哈 尼亞斯的地方 哈哈哈哈 那個就交給 就拿他的東西啊用喔 直接拿他的煤炭 有了瞬間解鎖到 大師等級囉 冒炮吧 大師等級了 有鑽石鎬了 帥啦 六個就六個有沒有 24個欸怎樣插一個欸 煤炭再借一下 煤炭再換一顆喔 換一個 欸24個了 我要換一個鑽石鎬啦 然後去挖那個黑鑰石 就可以做我的地獄門喔 齁 馬上破解 地獄門搞定囉 這樣子 欸我都沒吃飽就要去地獄喔 啊我只是會去挖靈魂沙而已 應該不至於會 會死吧 欸靈魂沙欸 欸呦喔呦等等 喔呦喔呦 這麼這麼刺激喔 可以不要嗎 我挖完靈魂沙我就要走了啦 你們不用這麼 這麼猖狂好不好 靈魂沙一個 好了差不多了 可以了可以可以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不要再打了 賣夠怕賣夠怕 好了好了喔呦 喔呦 好了我回來了 喔呦 欸一個靈魂沙 馬上就有了欸 真的太幸運了有沒有 好了我們把 預定要衝上去的地方 放一個靈魂沙齁 這邊用水流隔起來 那個如果他村民生的夠多的話 照理講他會被推進來這裡啦 所以這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我們就 目前也沒有海帶 就只能一桶一桶水 這樣子倒上去囉 呃 我應該要做一個無限水才對 不應該再這樣子 這樣太蠢了 把水流正式鋪完了 呃現在這樣子村民就可以從這邊冒出來囉 假設這裡有生小村民掉到洞裡面 衝衝衝衝到裡面長大 就會從這裡撲起來齁 呃我覺得這樣子還不夠齁 我應該要加強一下這個設施 光這樣子 沒好看 現在不只要 有功能性 我覺得 還想讓他更好看一點 大家從伺服器一進來 或是你不小心 沒紀錄到紀錄點死掉 反正就在這邊重生 就可以看到一個比較漂亮的地標齁 欸 這樣子感覺不錯齁 欸我的村民 正式開始做事了 他們總算 換購本了齁 丟東西換購本了 嗯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那他知道 欸生小村民了 小村民 小村民 自動的就跳下去了 好快喔 好不好 好開心喔 好啦我們很開心的看村民生產完畢了齁 那我們第一步要改造外觀 我想要多挖一點沙子 對讓他變成有一些通透感 大家可以看得到裡面怎麼運作喔 欸奇怪 我幹嘛在這挖什麼玻璃 我不是應該跟村民換嗎 呃 好啦沒關係啦 先挖啦 村民交易還沒成型 自己先手動一下齁 除了燒沙子之外呢 我還要多砍一點木材齁 哇這邊的木材已經被我們砍得差不多了 呃 看來我需要砍完再種回去 不然真的沒木材囉 拿出我燒出來的玻璃 把玻璃變成白色的玻璃喔 我想要用白色的玻璃 對 然後把這一個圍翼圈起來齁 白色的玻璃 欸我這樣子 會不會太費工啦 然後把這底下的換成白色的玻璃喔 秋風的第一步呢就是把原本的這一個橡木材齁 全部都先換成這個玻璃啦 接著我要把這個主體蓋出來齁 先在旁邊做一個類似拱門溫室的地方齁 他們就很像在溫室裡面種子 溫室裡面繁衍齁 欸這種感覺不賴吧 這一次呢我想要用一點泥巴齁 那個泥巴可以做成那個什麼泥坯 做成那個泥磚牆齁 我想用這種東西啦 所以我做了一些水瓶 把這個水瓶放在這個泥土上面 拿我們的泥巴混小麥齁 欸這真的是不容易製作欸 這個要拿來吃的東西欸 然後我們把這個泥坯變成泥磚 泥磚之後 欸對不起要六個才可以變泥磚牆 我做太少了 小麥不夠了 好了我終於可以做出泥磚牆齁 還好這個只是要裝飾而已 不需要很多齁 幫你放在這個位置啦 我把這個村民塔的外觀大致蓋完了 我想蓋成剛剛講過嘛 溫室的形狀 所以我從這邊做出一個類似棚架 那個之後會延伸過去齁 然後這種造型齁 那裡面呢就也是類似啦 會搭上一個一個 然後一直搭到這邊來齁 那中間我還會再做一點造型啦 那整體而言就是這樣啦 會選用這個泥磚牆 就是因為牆面跟這個橡木 顏色比較大的就是泥磚啦 所以就選用這個材質了齁 那其他的呃就先全部蓋完再說好了 好了我的這一面的牆面裝飾完畢了齁 多加了一些沒有必要的東西齁 就是為了讓整體建築物更好看一點 有比較好看齁 現在我要一格一格一格這樣子複製 複製過去齁 說是複製也是要我手自己動齁 也沒有比較輕鬆齁 欸為了減少我這個泥磚的用量 泥磚的那個製造太麻煩了齁 所以我把上端這個都換掉了啦 換成一般的橡木好了 就這樣 然後把這個中間這一根也換掉 對不要這麼長了 為什麼我突出泥磚的用量大大減少一下齁 那個用太多受不了 我正式複製了一條出去齁 所以也順便把這個那個玻璃棚架的大小也確定齁 流比較高就是為了讓他 除了比較像紋士之外呢 那個太擠那個壓迫感太重 所以就讓這兩個村民生活的空間比較大一點 上面空間比較大一點齁 其實沒什麼屁用齁 總之就蓋成這樣齁 那裡面呢 玻璃的大小也確定了 要花多少玻璃 這裡就是要補起來嗎 對那個喔還 玻璃 玻璃不夠了 一下就花完了 經過了一番努力 秋風把主體結構完工囉 剩下的就是這些床的部分嘛 那個村民種農田的部分已經全部都完工了 他已經可以開心的在裡面種農田了 欸這個空間感覺還不錯 欸等等等等 這裡還沒有弄好 我這邊有設計就是讓他整個接起來的齁 那個再補一下 好了把剛剛旁邊miss掉的一些邊線補了一下齁 這才是完整體啊 這個下面這裡和這邊的邊線都幫你補上去囉 欸真的還蠻舒服的欸 我把這上面這塊石頭改成半磚 那個木頭的好了 這樣看起來更舒服嘛 哇喔 在這裡工作應該很幸福吧對不對 剩下的我這邊床呢應該會用這個造型延伸過來啦 前面這塊床的部分也補完了 哇喔我們的村民生產溫室終算完工了 欸來觀察一下齁 欸感覺還不錯吧 去那個出生點看一下 之前我們的出生點在這個位置嘛 欸這裡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玻璃溫室了 嗯感覺還不賴齁 玻璃溫室然後走上來就是這個小村莊 嗯我們的這個什麼呃出新手村 現在那個村民會源源不絕的從這邊出生 然後被衝到這上面的房間齁 沒錯就是這裡齁村民產出房啊 那裡面就會有一些村民被卡在這裡 對我故意把他卡在這裡的齁 那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在這旁邊欸 弄一些商店啊來他們讓他們交易齁 總之這就是秋風的1店惡意第一集影片啦 對村民滿滿的惡意 沒有啊我感覺對村民很好欸 這個漂亮的溫室就送給你了有沒有 持續的生產出村民吧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volunteers 我們下次見